谈开 现在在往前 男单的比赛 这个推对角 就扑对角 大家都很防这个位置 对 所以呢你扑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要很小心 有的时候你全力与副扑 有的时候 扑得不好 对方弹过来更快 所以你一定要有把握 才能够全力与副扑 否则的话 你一扑太用力 你中心也回不来 两个人在往前 比谁的放往细腻 我刚刚说到 两个人出路非常熟悉 但是呢 因为两个都是非常 水平非常高的运动员 这个战术之间 也都非常明白 要应该怎么打对方 所以呢 就是说他们两个 你看 在拉调当中啊 或者怎么样 都是在寻找对方的漏洞 和等待对方犯错误 报春来控制对方 两底线 在这个球反手 对方反手底线的时候 出边线了 出界了 这个自己主动失误 也是错误之一 或者是自己主动失误 或者是 质量比较差 对 质量比较差 其实林丹和报春来呢 在这些年 他们这24次交手里边 游几场还是非常的精彩 就是两个人都打出了 最高的水平 最后的胜负呢 其实就是多少有点运气 一些关键球的运气在里边 报春来还是缺乏突破的那一下 在两个人的交手当中 有的时候说是运气 另外呢 就是说从气质上来说 应该是 林丹在 关键球上面 他还是比较敢 拖 没错 对 敢抓球 这种 这种气质的话 那更容易在比赛当中 特别在大赛当中 这个把这个水平发挥出来 然后获得好成绩 前面讲的那个 带着领了一个小女孩进场的那个 我特别看了一下两个人的这个区别 两个人都是手拉手 带着小女孩进来 但是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你该放球包 开始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了 林丹呢 就这手很早就放开了 就开始自己准备这比赛 放球包啊 拿着这个喷雾机啊 报春来呢 那个小女孩不放手 对 他也不放 一直拽着他 他也不好意思放手 对 就一直手放包 一直手拿拍子 就是这两个人的细节方面 这个细节我刚刚也也注意到 我才没有说出来 就是你在 实际上你到了那个时候 应该专注做那件事的时候 这个这应该就应该要脱开了 对 所以呢可能也有时候多多少少的反应到 这个打球或者比赛当中了 他们俩就是性格决定命运 7比4林丹领先 但是应该平心而论 从运动员的角度 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 包春来已经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只是说大家对他的期望非常高 总觉得他应该有更好的这种表现 甚至说也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 像林丹那样的奥运冠军啊 或者是也差不多成绩的这样一种 但是很可惜 他就是林丹一直压在他上面 所以大家多多少少 特别是很多的包春来的球迷 多多少少有点遗憾 但是这就是您开始说的 这个竞技体育胜负是一方面 当然这个输与赢的这个刺激 是给人感受最大的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竞技体育也 体育也不仅仅是输和赢 没错 这边的底线呢 林丹是连续出界 包春来6比8 把比分追上来 往前抢了一个高点 最早先放网 林丹在往前 他这个出手非常快 他一般来讲很少说 特别是他高位的时候 不管放直线还是拨对角 他都是尽量能快 他不会慢 包春来因为他个比较高 所以他的中心 他中心比较高 所以最被动球 他还是比较吃力 所以第一手球呢 对包春来来说的话 他是还是很有危险